华蛇天族 每人喝一口还不够 给一个人喝倒比较合适 于是他们几个就商量了一下 与其大家都喝得不过瘾 还不如让一个人喝个够 可是到底让谁喝呢 大家争论不休 有人提议说 我们在地上画蛇吧 谁先在地上画好一条蛇 这壶酒啊就给谁 大家都同意了 有一个人画得很快 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 他端起酒壶正要喝酒 却发现别人还在画着 他很得意 想再显示一番 于是就端着酒壶给蛇画脚 就在这时 第二个人画好了蛇 就从他手中夺过酒壶说 蛇本来是没有脚的 你偏要给他贴上一个脚 何必多此一举呢 现在我是第二个画好蛇的 这壶酒应该归我来喝 说完他端起酒壶 把一壶酒全喝光了 那个画蛇天族的人 蹲在地上 懊悔不已 画蛇天族这则成语 也就常常被人们用来比喻 多此一举的行为 告词人们 做事不要节外生枝 可惹就能够吃 好 先走吧 好